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春节快到了,准备好接受长辈们的敏感逼问吗? 近日网络上流传一张长辈问候路径图,所有发展性全指向接受教会,重肯程度引发网友疯传,也有人选择直接任命跳到最后,乖乖接受长辈教会。 脸书粉丝专业临床心理师的脑中小剧场日前贴出一张图片,主题为过年时常见的长辈问候类型路径图,分为课业、事业、感情、家庭等类型问答,完整问你各类型问答情况,结果仍不敌接受教会的宿命。 在复杂的路径图中,如果课业考得好就会连到感情类问答,长辈将严格检视另一半的事业及家庭规划,或是自己的人生规划及恋爱意愿,一不小心就要接受教会,网友叹,觉得心有栖栖焉。 留言中也有网友无奈表示,光看就头痛吃不下饭,还没生主任,我完蛋了啦,或是提议干脆在一进门时大喊,大家好,新年快乐,请教会我,只求长辈们不要再拷问了。